你敢相信吗原来我们一直都错怪韩国人了 不是他们没见过世面 而是我们被国家宠得太好了 之前有个韩国网友在网上提问 中国人为啥不吃西瓜皮 不少人晒出给猪喂西瓜的画面 韩国网友有些坐不住了 但他们嘴还挺硬 说那绝对是摆拍 果然韩国人很自信 虽然他们吃西瓜皮 但就不承认自己是真饿了 反而吐槽中国人太浪费 不过2023年 广州动物园买了1600斤西瓜给动物消暑 韩国人看完是彻底破防了 看着河马张着大嘴吃西瓜 相信不少韩国人隔着屏幕流口水 这下好像没人敢问关于西瓜皮的事了 其实韩国人有这种疑惑也可以理解 并非是他们没见过世面 因为西瓜在韩国能卖出天价 有在韩国留学回来的小姐姐表示 飞机落地 我要先吃一整个西瓜奢侈一把 确实韩国人吃西瓜都是一压一压卖 而我们国内的西瓜种植面积 可能比他们韩国的版图都大 别说不吃西瓜皮了 就是给猪喂西瓜那也不心疼 而我们之所以能实现西瓜自由 感谢国家的同事 还得感谢吴明珠院士 是他带领团队榨根瓜田 一干就是60余年 让全国人都吃上了最甜的瓜 那么韩国人更应该开眼的是什么呢 接着往下看 万万没想到韩国网友的下限能这么低 其因是 韩国富华旅游人数暴增900 有超过14万人脱下带口到中国旅游 而他们首选经典就是张家界 本来这是好事 互相交流欣赏美景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竟然有韩国网友说 我们去了整整14万人 这得给中国带来多少经济收入啊 他们竟然还不感激我们 好家伙 韩国人好像把14万人看得太重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一个市的旅游人数 可能比他们国家人数还多 2023年 资博烧烤爆火 三个月涌近500万游客 五一期间日均客流量19万 2024年春节期间 哈尔滨市累积接待游客高达1000万人次 三天创收近60亿 怎么你们就来了14万人 人均财阀呀 手里那点钱还敢拿出来炫耀 不过话说回来 别说韩国人没见过世面了 因为他们来中国旅游后 就懂得自己家里的泡菜 在美食界是什么水平了 而且还可能惊喜地发现 他们的泡菜 其实产地在中国 所以英国网友说的那句话有道理 要小心韩国游客 毕竟喜欢申请飞衣文化 是他们喜欢干的事 如今的中国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祥和 而这些现象 竟然是很多外国人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接着往下看 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竟然是很多外国人 梦寐以求的事情 一位中国女婿 第一次把乌克兰的丈母娘 接到国内 丈母娘看到眼前的景象 直接泪崩 感叹中国才是童话里 才会出现的事件 外国一家人到中国旅行 半夜落地找不到酒店 夫妇二人带着三个孩子 在大马路上溜达 被城市安全祥和的景象震惊 他们不仅不会遇到危险 还会有热心的路人帮忙指路 这要是放在自己的国家 凌晨在街上晃荡 那就是不要命了 更有来自意大利的老丈人 要随女儿到中国游玩 出发前紧张地问女儿 会不会有人偷钱包 夏天在中国 我可以在外面穿短袖 把手表露出来吗 他得到的回答是 中国很安全 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偷东西 印象更深的是 一个伊拉克小伙 在河南路边吃烤串 突然旁边出现放烟花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躲闪和害怕 让人心疼 随后他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在战火纷飞的家园 而是在和平安稳的中国 的确是这样 对比有些国家 炸弹随时爆炸 街上经常出现枪杀 中国简直太安全了 这让我们无比自豪 恐怕在中国 夜晚最大的危险 就是路边的小只摊了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 下次不迷路